九二一大地震 多處建築物倒塌 災損嚴重 當時時任臺北縣長蘇貞昌 就要求地震局將建商的不動產列管 提供給地檢署 逮捕涉案建商 和凍結財產 小蝦米居民要對抗財團大金魚 是條漫漫長路 就像是假扣押 若沒政府協助 通常巨額擔保金 住戶自己根本難負擔 十七層的高樓就像積木被推倒般 連根拔起 這是二零一六年二月六號發生的 臺南圍貫大樓倒塌意外 時任市長賴清德就指示市府要緊急 待受災戶先申請第一波假扣押 最後成功在過年後的第一天上半日 阻止建築師的妻子提款脫產 而如今再看看大直倒塌案 九號北市府對基泰提出的假扣押內容 是針對鑑定費 工程費 道路 毀損和安置費用 這六千一百九十五萬 律師認為全是為了政府利益 你先救你的部分 假扣押才准 然後你再去救人民的部分 來做第二次申請 基泰建設人家的權力都改組了 他將來人民的權利或受在乎 他的權益能不能夠完全的受到保障 都還有正義 基泰董事長請辭 北市府才提第二波假扣押 如今回頭看 不管是申請時序或處理順序 難免被外界質疑 三星新聞 許教委 蔡村祺 臺北報導